傳說中的神燈 你可以領在 哇 你有看過這麼大的鰻魚盛絲嗎? 哇 這味道真是 幾分 滿分十分幾分 十分 十一分 我跟你講這輩子你沒吃 你感覺是沒有補負 超好吃 哩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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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家身穿洞洞是我們的晚餐 這是我在IG上找到評價很好的日本料理店 而且它有鮭魚壽司感覺很強 然後它這邊有排行堡 我說的就是這個 刺燒鮭魚起司捲 很厲害 而且我們很幸運 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這裡是滿滿的客人 因為我們酒位 會不會沒有位子 然後他剛剛幫我們喬一個包廂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一位 是我 NO 是你 爸來就可以直接看到師傅在捏售時候 然後這裡的座位都很可愛 有一種結合韓式跟日式的感覺 包廂的空間其實還蠻大的 它是說這邊可以容納12個人 特別為了阿嬤 所以他準備了這個包廂給我們 空間就是你請客阿 好的 很有錢 我們私心通給了這麼多樣 總共21項 總金額是4810 算起來一個人534 還算便宜啦 我們9個人 上菜 鮭魚生魚片 跟舊雞生魚片 太燒蝦頭來了 舊雞生魚片裡面的 起這麼一刀 它裡面有包飯 好強雞 真的假的 我來試試看 有很多隻 超豐富喔 我加了一點它這個醬 沾這個醬 超美味的 明太子起司烘蛋 它上面塞了柴魚片 它做的很像披薩很特別 蠻魚加購的 鮭魚卵 傳說中的神分 你可以淋在 料理上面 我拿 明太子紅蛋跟鮭魚卵配在一起 完全就是爆炸的狀態很搭 明太子跟鮭魚卵很搭 鮭魚卵很搭 我跟你講這輩子你沒吃 你也是沒有補錯 超好吃 還有這個重陶杏 它差不多一起吃 哇 太豐富了 今天是吃buffet你知道嗎 吃到飽好不好 大家盡量吃 不要客氣 它裡面有蘆筍 蟹肉棒 這個 實在是很難一口 下咽 熟女紅要分開吃 半熟的鮭魚卵 這個壽司上面有起司 你們看到 它裡面有龍沙沙拉 超好吃的 100分 白鮭魚 也太大分了吧 它跟爸爸手臂一樣豬了 好 是不是很開心 很開心 這真的快比我手還大了 你要來餵鮭魚動刀了嗎 欸好切嗎 很嫩嗎 很嫩 欸我跟你講不誇張 我邊看我都在逼迫一堆樹 白飯 你有看過這麼大的鮭魚壽司嗎 沒有 做台中才有好不好 而且我看網路上說 它這個東西是限量的 不一定你來就買得到 像這家店假日不開放定位 小蝦小時候有被鰻魚刺 但是它長大了一舊吃 你看到身材會知道它什麼都不挑 欸好吃欸 喔 喔 這味道真的 幾分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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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啊 哇 來這裡真的要點 很好吃 限量 因為我也是靠你 明明來之前大家都說薄餓薄餓 結果現在大家嘴巴動得速度比快的 吃慢一點就沒得吃 聽他們說非常厲害的魚下巴 讚 我剛剛有吃到一小塊油脂 我一直吃到我真的眼淚要流下來 我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魚下巴 吞下去了沒 吞了吞了 很好吃 雖然它沒有油脂的地方 那麼juicy 但是它的肉很有味道 它就是一個充滿體香的魚 我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魚欸 等一下要不要跟老闆合照 我幫你老闆講 要不要跟老闆合照 我這輩子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日本料理 就只有這裡了 再來就是日本 沒有啦 日本不是最好吃 一個專業間 我們幾乎要掃空了 專業的評審巴巴 提你這18年來 品嘗了這麼多家日本料理 你講過了 17.9年來 品嘗這麼多家日本料理 你會給這家店幾分 1到10分 第一天是9點8 所有人都吃過10分了 在哪 是阿嬤做的 阿嬤做的 阿嬤做的要來 它的0.2是差在哪 沒有愛妻的味道 對 我們分量這麼多 一個人才吃500多塊 超華麗 我們沒有喝酒 對 也是啦 但是如果你就菜色 剛剛上到桌子都要擺不下 才500多塊 對 真的很值得 這來台中一定要來吃 來這裡比較多 人少不能一個人 喝掉這個買飯 對 我跟你講 你三個人吃這就飽了啦 什麼都不用吃了 所以像我們這麼聰明 有沒有家族聚餐啊 我回去 這個亂路的家族 好